大家好,我是LazyCard 我的YouTube频道最主要是一些AI、WebSign、元宇宙 以及一些提高生产力工具的教学 如果大家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你的信息,你就会收到我第一时间的教学 最后,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去鼓励我继续拍片 今次的教学最主要就是教大家用一些AI工具去删成影片 今次用到的工具就是Stable Foundation用来做AI图片 Runway就会把图片变为影片 ChartGPT会帮我们做一些影片的scripts ElevenLabs会帮我们做旁白 最后,我们会用VIO去做一些影片剪辑 那么在讲解之前,我们首先看一看制成品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工具呢 就是Stable Foundation了 这个Stable Foundation其实暂时也是免费的 Stable Foundation其实也有点像Mit Journey和Blue Vilo 但之前我介绍过Blue Vilo那时候还是免费的 但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发现 最近它已经将它变成subscription 所以今次就会和大家推介Stable Foundation Stable Foundation除了它是免费之外 它也可以用到最新版本的Stable Diffusion 那这个Stable Foundation我也有文字的教学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看我的文字教学 首先我们就要进去这个discord频道 然后我们就接受邀请 进来之后,你会看到其实它的界面都和Blue Vilo和Mit Journey很接近的 左边就会有board1-board10 一样我们都是选择其中一个board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就是我之前生成的图片 如果我们想要试玩的话 这样一样我们就在输入栏的位置 输入Dream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上高有个Proms出现 我们就按一下 我们在Proms的后面就可以输入我们的文字描述 输入了文字描述之后 你就会看到后面还有一段字 就是叫做《环有其他三个》 按一按这个《环有其他三个》这个字 你就会看到出现了Style, Aspect 和Negative Palms 这三个其实是选择的 就不是必须一定要用的 如果大家想有一个Style 有Aspect 或者你有Negative Palms 我们才会用的 例如Style 我们按一下之后 就会出现了很多不同的Style 我们就不需要每次都要自己打 这个选择式 其实就方便了我们去选择的 例如我可以选择这个Style 按一下 它就会出现了Style Aspect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以往我们用Buvilo 那些我们不是要自己给尺寸 这个就好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择 例如我选择16比9 Negative Palms 一样 如果你有的话 就输入了 譬如我没有的话 也可以留空它 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按Enter 那你就会看到它就会开始 帮我们生成图片 它完成了之后 就会提供两幅图片 给我们选择 如果我们喜欢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这幅相片一下 接着就是在浏览器开启 接着我们WriteKick就可以 另传图片 喜欢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DM DM A就是左手边这幅相 B就是右手边这幅相 如果我喜欢左手边的相片 我就可以按DM A 它就会把这幅相片 inbox给我们 如果我喜欢右手边的相片 就可以按DM B 它就会把这幅相片 inbox给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首先要inbox 因为我看到Stable Foundation 暂时不能邀请自己的个人伺服器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 我自己觉得最好就DM了一幅相片给自己 因为如果之后要找的话 也会比较容易的 如果你说我想找回之前所生成的相片 我们就可以按右上方的搜寻 按Mention 接着就会打回自己的用户名 它就可以帮你找回之前生成的相片 但其实我所生成的相片 就没那么少 你会看到它只帮我找到8个结果 所以你会看到 就算我找Mention去找回自己的用户名 其实它也不是把所有的结果都可以找回给你 所以我们最好早一点 喜欢的话就先按DM 我们就会更容易找回自己的相片 就算我们在search bar里找不回 起码我们都可以留下底线 按DM之后 其实你也看到照片也不知去哪里 其实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回呢 我们在左边就会看到有个月亮 只叫Stable Dreamer 我们就可以按一下 就可以找回之前DM给我们的相片 又或者你可以按最顶的私人讯息 Discord的icon按一下 接着我们就会看到有私人讯息 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个月亮 叫Stable Dreamer 那我们在Stable Dreamer 就可以看回Stable Foundation DM给我们的相片 另外就是我们做完这张照片 其实我们除了可以投票自己喜欢哪一张之外 我们也可以按Redo 即是我们叫它再生多两张照片给我们 那我们按完之后 它就会帮我们再生 那么我们除了Redo 叫它再生上之外 也可以叫它Resize 或者Resize 原因就是如果你想改它的尺寸 或者我们之前可以选择不同的Style 我们想修改也可以做到 那我们又不用重新进入了Proms 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决定 需不需要Redo Resize 或者Restyle 如果我们本身有一张照片 我们就想用这个图片去生图片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需要上传图片先 之前我有一个视频教大家 如何做自己的个人伺服器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自己的个人伺服器 譬如我之前开了LazyCar的server 那我按完一下之后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上传图片 那上传完之后我们就按Enter 那跟着我们这一幅相 就可以按再浏览起开启 那我们就拿了这一条连结 回到StableFoundation 随便找一个Bot 跟着再按Dream 那在Promptes的位置 就贴上我们刚才的连结 如果我们想要加一些Style 我们可以加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就这样这样Enter 都可以了 那你就会见到 它就把我刚才的照片 删多两张照片出来的 那我们都可以 就试下 除了用这个连结之外 我们就加一些Style给它了 那譬如我随便选一个 那这个尺寸我们都可以修改一下 那我们就按Enter 那就去看看它会生什么图给我们 那你就会见到它生成的图片 除了Style给我们改了 其实这个图片尺寸也都改了 那一样如果我们喜欢的话 就把它删除了 就把它删除了 那其实我用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效果 其实就比Buvilo好 那因为其实它是免费的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这个 StableFoundation的Discord频道 去试玩一下 去试下生成不同的图片 看看它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 那其实我们在StableFoundation做了这么漂亮的照片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把那幅相变为Video 那我们就可以用Runway 那我们来到Runway这个网站 那我们就可以按Sign Up 那我们用Google的账户就可以登入了 那我们登入了之后 那我们就会去到这个版面 那我们在这里的右边 就看到Image to Video 我们就按一下 那接着我们在这个位置那里 就可以上传照片 那我们可以输入一些Proms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按Generate 那你就会看到它就会帮我删成了这个Video 那我们就可以按Play来看看 那我们就可以按Play来看看 那你会看到这个Video 其实这个Video 和我原本的照片 的Style就不太接近的 那所以如果你把照片放进去里面 再加一些文字描述 其实我自己试过看下去的效果 就和原本的照片的Style不太接近 那另外我们也试过就这样上传照片 就不加任何文字描述 那效果看下去就会更加接近我原本的照片 那我们可以play来看看效果的 那如果我们做完的照片 那我们想运回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就在这个Home Page 那我们在左边就会看到Access 那我们按完Access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之前用图片删成的Video 就会在这里出现 那你就会看到我删成了很多不同的视频 我最初那个Video 其实就是用一幅照片 把它变成Video 然后再把很多视频 把它们剪接在一起 那到最终成为了我的视频 那另外我的视频其实有旁白的 那这个可以怎么加呢 那这个可以怎么加呢 首先我就会叫ChurchGPT 去帮我写一段script 那你会看到 其实我就叫ChurchGPT 去帮我写了很多script 那接着我就会选 其中一段是自己喜欢的 就copy 那接着我们就去Elevenlabs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连结 我都会放在我的description那里 大家就可以在我的description那里拿回 那我们其实进到这个网站之后 我们就可以sign up 然后就用Google accounts 就可以登入了 那登入了之后 我们就来到这个版面 接着我们在setting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物 那在这里按play就可以试听了 if you do what you've always done you'll get what you've always gotten 那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物啦 譬如我就选Thomas啦 video setting 这些都可以改啦 那然后呢 我就可以将 刚才在checkGPT copy那一段呢 就paste在这里 跟着呢 我们就按generate 那这个MP3呢 其实就在这里啦 我们就可以按play来听下的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 an extraordinary journey unfolds as lovable Groot a sentient tree and his friends explore uncharted worlds 那这一段的voiceover呢 我们就可以流离备用 那我们现在有voiceover呢 那我们也有一些视频片段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影片战輯工具 去帮我们把一些片段 把它们放在一起 再加上voiceover 那大家就可以用不同的影片战輯工具呢 就是把一些片段放在一起 和加上voiceover 比如像这个网站那样啦 我呢 其实都是把一些片段放在一起 我们呢 使需要create project 跟着呢 就按upload file 就可以把那些片段放进来 那当我们把这些片段放进来之后呢 那你就会看到呢 其实呢 它就已经在这个轨道那里的了 然后呢 我们就再把那个voiceover放过来 那跟着呢 我们就按audio啦 upload a file 那我就可以把刚才的voiceover呢 就放上来的 那我们可以按play来听下啦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 an extraordinary journey unfolds as lovable Groot a sentient tree and his friends explore uncharted worlds 另外呢 我们呢 我们都可以按subtitle啦 那我们呢 跟着呢 就可以呢 按auto 跟着呢 这个位呢 就按create subtitle啦 那跟着呢 你就会见到呢 它就会把subtitle呢 就放在一起 那我们也可以按play来看一下啦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 an extraordinary journey unfolds as lovable group 那我们呢 就会有这个subtitle的啦 那我们如果呢 发现它里面有些字是错的话呢 我们按一下subtitle啦 跟着呢 左手边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改返些字的 另外呢 我们都可以改style啦 比如按这个style啦 那你就会见到呢 其实呢 就可以跟改一些字体啦 譬如这个的字的大小啦 和呢 也都可以改一些animation的 那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就按不同的setting啦 去看一下它的效果的 那呢 今次的教学呢 最主要呢 都是教大家 用stable foundation去生成图片 然后用runway 去把图片变为视频 然后用chat gpt 去帮我们生成一些video script 再用elevenlab 再把一些script 变为voiceover 最后我们去找一些 影片战輯工具 去把所有的影片 voiceover 拍在一起 然后呢 就是做一条的影片出来 那呢 所以其实你会见到 我们通过一些不同的AI工具 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些很特别的影片出来的啦 那今次的讲解是这么多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教学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啦 按下你的notification 那你就会收到我第一时间的教学 那今次教学所有的连结 我都已经放在影片下方的description 大家就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的description 那里拿回 拜拜 拜拜